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方言念左脚 因为他们都爱跳左脚舞了 后来之所以改名叫永仁 是因为他们要牢记老祖宗的训诫 永诗仁义 光听永仁这名字就知道这是个讲仁义守信用的好地方 什么 你说我肤浅 只看表面现象 现在就让我带你去看看永仁的内在 让你心服口服 永仁县是云南省楚雄遗族自治州下辖县 是楚雄州遗族最多的山区县 地处滇中北部滇川要塞 是滇经济发展云南的北大门 那里的景色那叫一个美呀 上帝在造永仁的时候一定是手抖 多给了这个地方很多美好的东西 最特别的是将智慧洒在了人们身上 居住在永仁境内的 以 歹 回 隶宿等27个民族 用自己聪明的大脑加上辛勤劳动 将永仁打造成了镶嵌在青山绿水间 熠熠生辉的宝石 永仁县属内陆高原区 位于滇中红色高原北原 具有微字形和山形结构特点 地势西北高 东南低 中部地势开阔 这样的独特地势再加上它冬春干燥 夏秋多雨的气候特点 为永仁县植物资源的生长 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 全县森林综合覆盖率达到了81.95% 并拥有了中国最大的云南松亩树林基地 白马和林场 只要实力足够 拿全国第一就是这么简单的啦 永仁中和镇素有三锡交汇地 茶马古一道 夏氏古故居 遗族刺绣 遗族戏剧 赛装节诞生地 每个故地之美誉 永仁境内有万马永兴两个歹族乡 每年的阳春三月 歹族同胞都要举行盛大的泼水节 开展各种让你嗨到爆的活动 绝对的不容错过哟 每年的农历正月十五 永仁县直居村都会举行最古老的农村梯台秀 赛装节 赛装节也是为遗族青年男女提供了一个表白爱情的机会 在这一天 姑娘们穿上自己制作的衣服 自己当模特 美美地接受男孩们的告白哟 哇哦 不错哟 要问什么是永仁最独特的东西 那必须得是心灵的花朵 指尖的叶数 遗袖 永仁还有一种不为大家所知的小果子 它被国际上公认为植物油黄厚 液体黄金 它就是油橄榄 要想获得大丰收 永仁县有个叫白之沽的高寒遗族村寨里的村民们 有独特的办法 就是在每年农历四月第一个鼠龙日 举行盛大的乔年节 永仁日照居全国第二云南省第一 所以又叫中国太阳城 永仁最高点是宜旧镇大雪山主峰 海拔2884.6米 最低处是永定镇石坎子下的金沙江边 海拔925米 这一千多米的高差就是在向我们证明这个地方植被的豐富多样 居雀燕可是永仁的代名词 它是永仁县人寸饼杏采用天然石料精心制作的燕台 经过精心雕筑的燕台已经不只是燕台了 还是不可多得的工艺品呢 永仁必吃美食排行榜 黑山羊汤锅 永仁的全羊锅主要选用肥状的黑山羊 宰杀后退训毛开膛洗净内脏 在炭火上烤黄后用锤锤碎内骨 最后连羊血堵杂羊肉全部切块一锅煮 这种吃法的好处是无山味 汤白胃浓肉香而且营养丰富 去永仁不吃全羊汤锅 那可是大大的没口福啊 挤子干巴 挤子肉鲜嫩可口 不论炒煮烤味道那都非同一般 其最大的特点是无筋不塞牙 用其肉加工腌制的干巴味道更为鲜美 做法就是将挤子肉切成条或块 放适量盐腌制变色取出量干 炒食适当加点花椒水 就可以吃到香松爽口色泽红亮 味美鲜香的挤子干巴了 永仁烤乳猪 烤乳猪是一种具有地方特色的传统佳肴 一般选用刚满双月的瘦肉型乳猪 宰杀褪去毛后 去掉堵杂和四条 涂上蜂蜜等各种佐料调制的汁水 然后将全猪挂在小土窑内 用温火烘好制熟 烤乳猪皮黄香酥 肉嫩骨脆肥而不腻 味道鲜香回甜营养丰富 色香味都别具一格 到永仁一游必去景点 永仁方山 永仁县有个清凉世界方山 整个景区有旺江岭 珍珠滴水盐 七星桥 仙女潭 老鹰岩 孔明洞 寒泉瀑布 犀牛堂 八处景区景点 每一处都让你流连忘返 目不暇接 龙虎侠 潭水蓝绿 水草泼缩 巨石的伟岸与潭水的柔美 赋予了龙虎侠别样的灵气 龙虎侠景观的绝妙之处 莫过于峰回路转 柳暗花明 豁然开朗 河水奔流 自此便进入一段 大起大落的旅程 在两岸高山的夹庸下 于绵延数公里的峡谷间 狂热舞蹈 就像怒放的生命 穿梭跳跃在 其风微崖间 奔发活力光芒 龙虎侠是山与水的热情合奏 走进龙虎侠 就是让原始奔放的自然气息 与自由时尚的户外旅行 交流成共鸣 福山草堂度假村 福山草堂度假村 依山傍水而建 潜陵静得寺 后靠方山椅 可朝看日出 目观晚霞 山前观云 山后探松 夏日避暑 冬至赏雪 一年四季都有你想不完的眼福 福山草堂还是滇南丝绸古道上的重要一站 其诸葛银垒 唐碑未芽 元代古叉 以及明朝显贵在此修建的避暑行宫 都是游蓝胜地 所以说可别拿草堂不当风景名胜哟 永人必购土特产排行榜 永人板栗 永人板栗 永人板栗具有果肉蜜而细 味香甜 口感好的特征 每一味尝过的人都对它念念不忘 如今远消台湾及日本 并受到当地消费者的赞誉 永人大脚菇 大脚菇又称牛肝菌 脾菌肉厚而细软 味道鲜美 一只烧炒 则成菜口感舒畅 味道鲜美 永之煲汤 则郡香一似做 香郁爽滑 是真正不可多得的美食佳肴 永人鸡粽 永人鲜的鸡粽 肉质肥厚 质细丝白 脆嫩爽口 营养丰富 尤其蛋白质的含量较高 蛋白质中含有20多种氨基酸 其中人体必须的8种氨基酸 种类齐全 是自然界中氨基酸含量最高的生物之一 自带天然味精 所以主脊粽不用加味精 却有味精味 口感滑嫩 味道鲜美 落水冻樱桃 落水冻樱桃 个儿大 味甜 色泽艳丽 已经成为宜州勇人的品牌商标 据说是落水冻独特的气候 独特的土壤 独特的环境 造就了这独特的果实 看来吃落水冻樱桃时 很有必要去见识一下 这独特的落水冻哟